看看今日的新股是2250 这只得盈控股 做过一只鸭仔 好,挂牌 招股价是2.05元 暗盘的时候高位见过3.01元 现在股价都是做好 最新是报2.01元 今天高位的时候见过2.07元 也算是强势的新股 Arno,你觉得是否追得过呢? 没有,如果你炒新股时 经常说炒供求 是 你看这只B-Duck 我们叫做B-Duck 始终它是B-Duck 我都不记得公司的名字 然后主要一个问题是 你看到分排率 跟前天那只3380 是差很远的 那只就是说 传统人人有发明不落空 这只B-Duck 然后就是很难炒了 很有一个 货源不集中 很容易炒到货源贵变的状况 但如果你看今天开市上面 开了两个路 然后炒不起上去 那这些就是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从一个短炒角度上 在开市隔楼上 通常不会追 你就是说长倒不发书 你只有一只新股 亦都走去市 那当然有些炒得起 就算是最终打户的原因 但是短线有些炒作 比如印象什么伊脈通 那些半年前的那些 所以有很多 你站在开市隔楼上去追 整支阴烛出来了 低位的确是今天最低 去到两个四十五 有少少要串去追 但问题如果再串两个四十五 你是不是肯走 如果你说两个四十五做止蝎 那五格你肯不肯去拼 这些真是投机心态 如果你投机去拼的话 一定是让它站在开市隔楼上 你看现在再炒不炒得上去 这些股份一定有个估值 或者这么说 新股在美国那么受期前 任理定的所谓的估值 你跌升上去的时候就会说 那只鸭仔很受欢迎 现在美国又去到内地很受欢迎 可以做到像普夫马特那样 一定是说到这个消息很夸张 但是你问我的话 一天没过禁售期 一天都是玩货源贵变的 有时候过完禁售期才跌 有时候就像刚刚说的伊脈通 过禁售期前一个月 上年十二月的时候就散了水 所以我想暂时来说 这只股份 我觉得你以为一个投机心泡 但通常如何投机 站在开市街楼上才想起序